诶 这一棵是什么来的很香 这一棵啊 这个红翅葱 这个种在边边很容易就不小心就毁掉了 这个要把它移植去给地方种 这个种起来到时候很大棵啊 这好像树那么大 对啦是蛮大棵的 这个要移植掉了 不然到时候这一棵又砍掉了 大家好 我是阿龙 前几天大概十天左右吧 种西瓜的时候 发现到 这边有一棵 这个叫红翅葱 这个全身都带满翅 我之前这边没有种 这一棵啊 它的由来是小鸟 带过来的 这个一般这个种子啊 我们要疫苗相当难 搞不好根本就疫苗不出来 这个是小鸟 吃进肚子消化出来的便便 在这边角苗就长出来 是这个 这个原因才有这一棵的红翅葱 这个红翅葱啊 一般可以用在 就是用途可以泡酒 可以做食材用的啦 啊这个 一般我们这个不好处理 在外面制作它 为什么会比较昂贵呢 因为它这个不好处理 后面全身都带翅啊 很费工食的 另外啊 这个红翅葱 它的味道很特殊啦 有些人蛮喜欢这个味道 很特别 这个我们可以拿来晒干 晒干后啊 可以做成香料 另外这个可以用来 煮鸡汤啊 或者炒蛋 现在要把它挖起来做椅子了 哇 还长蛮深的 哦 根到这里啦 在这里 这么深 好啦 这泉后面全部都有根 啊这个土抱住 椅子不要再动它 直接种下去就好了 啊 这个我有挖比较深啦 然后我们原则上 就这样子种下去土 盖过来就好啦 这样压下去就可以了 啊 剩下的 就让它长高 旁边再稍微培点土就可以了 啊 那这个红制葱已经种完成了 啊这雨天一样啊 也是都一直在下雨啊 所以说 不浇水没有问题 这个土質就已经带湿了 OK 啊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啊